大家好,我是桑顶 那今天去朋友的一个公司给他们做了一个技术指导 因为可能有的朋友听我说过 我本身在空闲的时候还会给其他公司做一些技术指导 那么今天给他们指导的时候 他们是做广告行业的这样的一个软硬结合的平板应用 他们遇到一个问题 就是由于山寨的这个平板质量参差不齐 他们在选择平板的时候老是无从下手 比方最近山寨主流的山寨平板都已经变成双核了 而且现在安卓3.0的4.0的都上了 动作非常快 所以就会有好几个解决方案 他们就不知道如何去选 因为他们现在选了一个但是不满意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ROM会常常出现各种各样的错误 也就是说在稳定性和兼容性上都不是特别好 所以他们这次去深圳一下要采购一千匹 一千步 当然我也给他们介绍了一个朋友 然后他们就聊聊得蛮开心的 但最后他们在下决定的时候总是觉得风险太大 就说上帝有没有什么办法 我让我们的这个开发团队给我们 给拿一批这个平板的时候 让他们去做一个测试 最后告诉我 哪个平板在效率上面 在就是在性能上面 在兼容性上面 在健全度上面 是能够满足我们的这个广告行业的这个平板 的需要的 因为他们做的程序已经做得很不错了 然后他们说没有一个思路啊 他们在网上找了半天也没这个思路 我也帮他们去找了一下 也没有 所以今天过去主要是给他们指导这个问题 那么我列了一个思路 简单的来说 用思维导图就这个样子 就是列出你的非功能性的和功能性的这个需求 考虑一下按照原来我们的四层结构 考虑一下身在厂商可能在哪一块做一个修改 驱动是肯定要做修改的 比方说 比方说我们商量厂商做这个平板的时候 是不是驱动肯定都会要去做修改 因为他会用自己的硬件 但library会不会修改呢 但上层 framework会不会修改呢 这个你就要去评估了 比方说他们之前遇到一个问题 是什么呢 是视频播放的时候 在两个视频切换的时候会白平一下 就用那个view flipper进行切换的时候会白平一下 然后 然后他们说这什么问题呢 我说当然不要忘了切log 但他们当时忘了 他们只是让我去判断 因为我又没有拿到机器 那我就这样子分析的 我们考虑一下影音下面的库 以及这个2D的显示库 他们的一个情况 那么 但是我又考虑到 因为这种情况 如果不是你软件的问题 就下面类库的问题 如果不是类库的问题 就驱动的问题 所以 我们又会考虑 一般 如果说那个解决方案商 他的技术能力是比较弱的 他也没有那么多资金 去花个几千万去做一个方案 一般情况下 你想他是不是能不改 就尽量不改 所以在类库上面 他们做的改动 一般可能性相对较少 除非像MTK这样的 赶大砸钱 来做一套好的方案 所以我当时就给他们说 是驱动问题 后来事实经过验证 确实如此 后来换了一个同样的解决 就同样的解决方案 但是那个解决方案 就是在驱动上面 驱动的开发商不一样 最后就没这个问题了 所以 就是要来进行分析 那么他们的行业应用 主要要用到功能性的分析 主要是这些领域 列出来之后 我给他们推荐了 让他们用CTS 用CTS 去好好的选择性的 进行兼容性的全面测试 并且开发自己的Mock程序 准备几准备一套 是涵盖这几个方面的Mock程序 来测试它的这个临界值 测试每部机器的瓶颈 所以我们不要去拿市面上那些跑范的软件 那个没用 那什么OpenGL跑范对你没什么用 你要的是什么 比方说他们这个应用 是需要大量的Image的这样的一个利用 比方大量的这种1024的这种大图互相切换 对不对 那这个肯定就是一个综合因素 对CPU对RAM对我们的显示 这块都会有要求 甚至于我们现在平板也有GPU了 也有GPU了 那么我们就干嘛呢 我们就是写了程序 动态的自动的呈现 不断的去加载我们的新的图片大图 最后你把这个数值记下来 比方说A设备它能够到1200张1024的大图 同时显示它才崩 B设备这是800张 C设备1600张 这个是不是就 这个才是我们需要的这样一个数据 对吧 这样子就可以去衡量这种设备的好坏 好我只是举个例子 所以要学会自己去写Move程序 那么 至于log等等 所以在这里给大家推荐一下 CTS 那么CTS这种兼容性测试 大家上Source网站 上Source.Android.com 完整的Android手机 它在出厂之前 都是要经过严格的 CTS测试 从软件 从硬件 各方面都要去测试 那么我们当时在三星的时候 也有专人在做这样的一个工作 所以大家以后遇到这种 比如老板要让你去 去选择哪个硬件的好坏的时候 或者说 你们自己做了一套硬件 你比方说多维 对吧 比方说金正 这些国产的这些公司 他们肯定都要上自己蓝卓系统 在 你自己上 自己修改DOM 你最后刷了之后 你可不要忘了做CTS测试 好 这里讲一点题外话 那么我们回到我们的 我们之前的课题 那么之前我们已经跟大家一块讲到了我们的类图 我们说类图是我们UML里面最复杂的一张图 那么这张图 它的这个定义在这里 我先给大家一块过一遍 包 类 接口 接口 在UML表现的话可以是一种比较特殊的类 对不对 这个我之前也讲过 每一句 这些编程的这些概念没什么好介绍的 对吧 信号 异常 信号就实际上是什么呢 是我们UML里面定义的一个比较特殊的这样一个类 它其实也是一个类 那么异常又是一个特殊的信号 比方说我们在写一个方法的时候 一个function的时候 有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要在它后面 瑞斯一个exception 当然不同的语法 这个后面是不一样的 意思就是什么呢 这个方法里面它会自动抛出异常 会自动捕获和抛出异常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信号 你看我们的这个异常的抛出 它就是一个信号 是一个比较特殊的这样一个信号 那么还有哪个信号呢 消息 还有呢 那个同步的时候 那个护赤 同步的时候护赤 还有我们的信号量同步 这都是信号 我们一般用的不多 一般你就知道怎么去用这个异常就行了 端口 这个类图里面的端口实际上 有点像我们之前的那个port 之前我们在画状态图的时候 就是这儿的出入口 明白吧 part part part是指类里面的一个内部对象 类里面的一个内部对象 我一般也不用这个part来描述 因为准确的说 这个part应该说是描述 类里面一个内部对象的实力 所以它是一个内里面的内部实力 一般情况下我用的比较少 关联 你看 这个又是通用的 对吧 association director association 那么关联比较有意思 在我们类和类的关联的时候 包括我们后面用类图 还会来表示我们的数据库关系 那类和类的关联的时候 它更多的在编码的时候 它的体现是什么 比方说它跟它有关联 实际上更多的是 什么呢 就是我的内部有没有用到你 有没有调用你这样的一个实力 所以很多时候实际上就是看 我内部有没有你这样的一个属性 这叫关联 聚合 聚合后面 实际上是什么呢 聚合和组合 它都是有一个概念 叫你比方说 一个汽车 是不是由什么 引擎 轮子 车身所构成 所以它就应该有这样的三个对象所构成 对吧 这个就叫聚合 就是表示某一个对象是由谁谁谁构成的 那么组合也是这个概念 只不过组合和聚合的一个区别 叫什么呢 组合是同生共死 意思就是 你这里头任何一个没了 你这个对象就不能称出来这个对象 这聚合和组合的一个区别 淡化 这就既成 没什么好说的 依赖关系 这也都是我们以前所说过的 那么依赖关系的话 在我们 在我们的开发的调用 反映到我们的代码里面 往往是什么呢 往往是我们函数的传参 比方说say hello 里头你传入一个对象 我们是不是就表示 它跟它是有一个依赖关系 对吧 往往是这样的一个表现 实现类去实现接口 一个子类去实现一个抽象类 这些都很好理解 关系类 就是有的时候 我举例子 类A和类B 他引用它 但是往往我们不会反过来再引用它 也就是说他们的关联 往往不会是双向关联 为什么呢 能告诉我吗 为什么 为什么类和类 一般情况下不让它双向关联 这是因为我们的语言里头的约定 是不是就是 它是不许 特别是包和包之间 是不能双向引用的 对吧 所以 这个时候我们往往要用一个中间类 就好像什么呢 就好像我们两个表 他们之间 如果是个多对多的关联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往往也把它转化成 跟中间 一张中间表的 分别的一对多的一个关联 对吧 OK 我们再往下看 连接 连接是一个连接器 实际上它也是一个association 只不过它只是用来连接part 所以你看 这两个东西 你掌不掌握都不要求 特别我们手画的时候都不要求 object 这就是对象 对象就是我们类的实例 没什么好说的 link 是连接我们实例的 这个也没什么好说的 对吧 好 那么现在的话 我跟着大家一块把这些对象 简单的先走一遍 看一下他们的一个 在我们star email里面的画法 我们建个类图 一般设计图 它默认的都是类图 这个可见 你看 我们在use case这图 它默认的都是我们的use case图 用力图 分析这开始 也是我们的类图 但是它会有一些分析对象 它在类图的基础上 你看没有 它在类图的基础上 重点是用它的一个分析对象 那么真正的设计这 这就是实在实在是我们的类图了 所以这个也可以看到 我们在忍灵工程 生命周期 各个阶段 哪张图为主 在需求的时候 肯定是用力驱动的 在设计的时候 肯定是类驱动的 我们上次跟大家讲了 它 它的画法 还有它的画法 对吧 这次我们就先不管它 对 上次我们的那个图 好像保存着的 我们继续打开那张图吧 这张图 OK 这是上次我们的一个画法 那么包括类如何去实现一个接口 我们都已经讲过了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熟悉一下其他元素的画法 美举 美举 你看美举的画法 我们手画也知道该怎么画 对不对 就上面加上一个enumeration就可以了 你要愿意缩写 我们手画的时候 你也可以缩写 就输入enum就可以了 但是别人就知道 所以你看 我们的接口 我们的类 我们的美举 甚至于我们后面的异常 这说法都是类 都是类 好 我们定一个美举对象 比方说 我就是用户管理 我们再定一个美举对象 叫什么呢 叫用户类型 user type 这个美举对象 既然它是一个美举 我们说美举里面 是不是应该有美举像 好 在这 这是不是就是美举像 迭代器 对吧 添加 第一项 gast 访客 再添加 你看 你看它这 为什么没有类型 它已经是那个 上面标了类型 我在这里分析一个问题 就是在这个地方 我们为什么没有 什么类型的设定 反客 然后vip 就定义这两个吧 为什么这里边 没有类型的设定呢 事实上 如果有类型的设定 按照我们原来的类的话 把我们肯定在后头加冒号 再加它类型 对不对 为什么它没有呢 是因为 每举一般情况下 这各个语言里头 默认的都是int型 对吧 所以它就没有必要了 好 这个每举我们就 用上了 就换好了 我们先不管它 下一个 singinal 信号量 你看又是一个类 只不过你写上一个single 对不对 那这个我先不用它 我用我们最常见的异常 用异常 比方说 我们在删除用户的时候 我们可能会自定一个用户 找不到这种异常 no user exception 我们来定一个这样一个异常 它在上面 它的画法是exception 这样一个标枪 这个也 这个能理解 这个 所以我们看 我们整年跨去 都是类 在我们现在的节点 全都是类 好 异常的具体定义 我们就不说 说白了就是个异常类 因为我们在方法里面 在Java 在donate 在C++里面 我们往往都会去 自定我们的异常类 对不对 所以它也是一个类 那么下面 我要在我的delete user里头 rease这个异常类 rease这个异常类 那我怎么弄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就在这里头去找到这个方法 找到这个方法之后 我们看一下 它有没有特殊的属性 你看 这儿是不是有一个 抛出我们的信号 对吧 异常就是一个特殊的信号 我们在这儿 添加一个信号 你看 找到我们这个异常 确定 确定 你看 它后面的写法是什么呢 rease no user exception 这就抛出了我们的异常信号 是不是很有意思 到时候生成的代码是什么样子 我们来看一下 嗓子不舒服 嗓子不舒服 名字没起对 叫什么 user man 叫 inter inter 好 这样子 给它一个inter 但这个地方注意 我们知道虽然加入interface 但是它未必会以接口的形式来生成 它未必会以接口的形式 因为它这个地方没有这个选项 但别的工具会有这个选项 不是这个 但别的工具会有这样一些选项 好 反正是类嘛 我们主要是看它这个方法 我们主要看这个方法 和我们普通的方法生成的这样一个区别 这个工具生成代码不是很好 按正常情况下 我们在这后面会有race race相关的一个exception 反正大家就知道